Hello大家好,我是J2店小姐Jennifer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水的这一个链的项目 那水这个链呢,它是Vasper Libra所出来的Move语言的链 在去年发币之前呢,其实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还蛮多次的嘛 那在发币之后啊,它也盘整了还蛮久的哦 现在呢是终于被拉起来了 大家就又想起来说水确实呢也是一个该好好期待的区块链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水被拉起来之后啊 它的整个生态圈的TVL价值呢也是急速的攀升到了3亿美金以上哦 在所有的这个链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它的TVL是来到了第14名哦 攀升到第14名了 所以啊,在这个TVL跟生态圈都起来之后 大家也就知道是生态圈的项目就要发币或者是要空头了 因此呢,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水上面的项目哦 那它呢是一个龙头的DeFi项目 并且呢,它很快就要发币了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赶紧来交互埋伏看看哦 那这个项目啊,就是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Navi Protocol 它是水上面的借贷平台 那目前是水的生态圈里面呢 第一或是第二TVL的项目哦 那这两个项目啊,其实它们TVL都很接近哦 因此呢,很有可能名次就会被追过去 也有可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官网上面 它们也有提到是说,它们的投资人 譬如说有Mr. Labs,Coin98,Gas等等之类的哦 其实呢,也都还蛮正规的 在Romerate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它们是有发币的计划的 它们有一个Navi Token哦 那这个呢,会是在2024年的Q1到Q2的时候会发生 因此呢,也就是在最近了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它们其实在这几天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那就是它们收购Lavalo的这个平台 那它呢,是一个在水上面的 Liquid Decking DeFi的协议项目哦 那代表说啊,它们就是会整合 让用户呢,职业之后还保有流动性哦 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哦 所以呢,对于要打造一站式的流动性呢 它们是非常的有野心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是看得出来的 譬如说啊,像是在这个哦,以他链上啊 它之前呢,是有一个项目哦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 这个项目呢,它的名字就叫做Banky 那它呢,也是加上了这个LSD的协议之后呢 靠着这个叙事呢,它是暴涨了一波哦 所以呢,现在啊,Navi呢,这一个项目呢 它有水的借贷的量的66%的市场嘛 再加上这个LSD的这个30%的市场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来期待一下说 Navi这个币啊,它发币之后的价值大概会到多少哦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呢,也会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 这个Navi的界面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MIF 那首先啊,我们就来到这个Navi的Dashboard的地方 我们来点进去之后啊 非常的简单哦 它的界面啊,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上面呢 就会有你的,譬如说是直压 那以及就是你借出的健康度哦 它在上面其实是会有的 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次哦 那我们可以滑到这个下面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是 它呢,有非常多的可以直压的资产 以及它的APY会到多少 其实在这边都有列出来 那其实这些APY呢,算是中,那是偏高的 连稳定币呢,其实也都到达了有这个15.98 快要16%以上哦 那它的TPO呢,也算是很高哦 借出程度呢,大概是在一半左右 所以看起来啊,算是还蛮健康的 那我们再点下这个supply 就是供应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直压 按下去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数量 要直压的数量 那以及我们就按下这个supply 好,按下去之后 我们就做好直压咯 非常的简单 直压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dashboard上面 就有我们所这个直压的数量 以及它旁边其实有一个还蛮有趣 是健康度的 这个dashboard非常的清楚一目了然哦 那我们讲完直压 我们当然要来讲借贷部分啊 借贷部分我们来到market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它这边其实就有这个借的这个APY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也有这个直压的APY 那这里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啊 现在它其实是有借贷的奖励的哦 比如说像你借出这个水的话呢 它现在有incentive是9%左右 那USDC有9%左右 USDT呢甚至是有10.73哦 因此呢其实很妙是你现在借呢 它甚至还会再还你利息哦 好那如果说大家要来做借贷的话呢 非常简单哦 也一样是按到这个borrow就借的部分 然后输入你想要借的这个辟别的一个数量 这样子再按下去就可以了哦 好那之后啊 我们要来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哦 也就是它其实呢有做一个就是Leadboard 就是排名的机制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分数的这个机制呢 是你只要借出或者是直压呢 都可以得到分数 那我们也有提到是说 Navi他们收购了Valo的这一个网站嘛 因此呢我们到Valo这边来 我们就可以来双边转 那我们到这个Valo的网站上面之后呢 也一样我们在直压的这个地方按下数量 按下去之后呢把它按stack 好签下去之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直压了 好我们来让它 我们可以看到哦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直压了 然后并且呢它变成了V水哦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我们的Navi 现在我们就V水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下supply 好我们就把它按下最大值 接着呢我们就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按下proof 这样子就可以两边都得到reward哦 另外现在如果说大家想要得到分数的话呢 在这个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任务可以来做得分哦 因此呢我会把这些连结都放在影片下方 叙述的栏位大家就可以直接点击来参加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它其实呢 FY都算是还蛮高的 那水的GAS呢其实也不高哦 因此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来埋伏空头的话 其实是可以来试试看的 最后啊还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风险 风险应该就是属于合约的安全问题 或者是说项目方跑路 所以呢这边呢大家还是要评估一下哦 我们的分享呢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请大家务必要DYOR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不论是加密货币呢 或是NFT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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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